歡迎收看精靈天下 五月馬上就要到了 那麼在美股市場是有一句俗言 叫做五月賣股走人 那麼代表美股在一年當中 其實五到十月份的時候 報酬是最低的 不過美銀的分析師卻說 如果在五月你就賣掉了股票的話 可能就會錯過夏季的反彈 而台積電在今天召開了法說 會公布第一季的財報 包括雙率飛越了財測 每股唇益是7.98元 這是優於市場的預期 而台積電總裁魏哲家說 會持續的投資台灣 高雄廠會彈性調整 把28奈米轉為先進製程 到底要如何來做解讀呢 以及台灣要籌設碳交易平台 政策點火減碳概念股 結果造紙類股 在今天是強勢的表態 包括滑指是漲停鎖死 而造紙股是適合短線上來操作 又或者可以做中長線的佈局呢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 為您邀請到中心院副院長王健全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謝陳彥 陳彥好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中國忠 主持人還有觀眾朋友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許峰璐 大家好 好 我們先請到陳彥了 我們之前的節目不是有提到嗎 在五月份呢就應該要趕快賣股票走人了 但是美銀的分析師為什麼現在是說 你如果五月就賣了 你接下來就賺不到錢了 他是說 Sell in May 烈友會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五月賣股的話 你一定會後悔 當然主要的原因是這樣 因為他做了長年的統計 從一九二幾年這樣 一路以來去統計每年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的情況 因為假設你五月賣股 結果六月會漲 七月會漲 或八月會漲 那是不是烈友會 那統計過去確實 六月 八月上漲的機率 有60% 而且平均漲幅也有在1%左右 而且他有特別提到了 還是今年最特別的 因為今年是進入美國總統 他任期的第三年 所以他把這個又放進去 他的模型當中 發現說如果是第三年的話 六月 八月上漲的機率 甚至高達70% 而且漲幅更多 所以他才會提到說 那如果你五月賣股 你一定會後悔 你為什麼不乾脆五月買 對不對 大家都看壞的時候 你去買 所以五月不要賣 五月是要買嗎 然後買了以後七八月再來賣 七八月再賣 但是我這邊 我們要特別仔細的 去思考這件事情 當然就是說 如果我在五月買進 七八月要賣 我需不需要去做這麼短 這幾個月的操作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因為他把美國第三任 美國總統第三年這個任期 帶進來模型裡面 可是我們得去思考 過去每一年 美國總統到了第三年的時候 是不是俄物剛好有戰爭 而且是不是通膨都出現 這麼嚴峻的狀況 然後市場的經濟 氛圍這麼混亂 是不是每次都這樣 所以他有一些因素 是沒有去考慮 他有沒有考慮 我仔細看是沒有 那這個當然在統計學上面 是值得去討論的 但是我們必須還是去看到 現在整體的一個氛圍跟現象 因為就CNBC 他做的一個民調 普遍大家對經濟 還是抱持著負面的一個思維 這個叫做什麼 你要去想 他對股市投資的信心下墜了 17年來的新低 然後有76%的人認為 現在不是投資股票的好時機 這當然第一個我們要講 這是眾人的智慧 也就是說大部分人 都認為不適合投資股票 你整個氛圍要上來就很快 當然也有人會說 大家都悲觀的時候 你不是要樂觀嗎 我們不能從片面的角度去看 我們來再繼續 也不能只看美營 我們再把花旗的報告 一起來帶大家看一下 他把2023年的經濟成長率 預估往上調了 是上修 看起來是好消息對不對 因為他是說 美國歐元跟中國的經濟表現 現在非常的穩健 為什麼會說美國是穩健 穩健 對 我不曉得說 他這樣的一個思維是如何 但是確實他報告裡面是這樣講 不過我們從就業數據的狀況來看 確實是這樣 我們也不能否認 就業市場還是很熱 但是我們還是要注意 就是整個報告當中 我們有時候要特別去注意一下BUT 你看他說 美國經濟衰退的預期 會延後到今年的第四季 所以不是不衰退 他只是延後到第四季 所以你去看所有的報告 都有BUT又BUT 都是不斷的在轉折 我覺得今年會是這樣 那當然我們一直提醒大家 你要去關注這一個財報記 那財報記原本大家認為 其實像Wilson等等 今天我們就不方便邀請他來上節目 因為最近所公布的財報都還不錯 跟他講的有點不太一樣 為什麼 因為這一次反而是史萊萊最佳財報記 就是說華爾街都很擔心財報的公布 結果財報初步意料好 沒想到這一次公布的前三 前面公布的這三十家 他們佔S&P權重百分之十 這是滿大的一個權重 公布出來就不錯 百分之九十的 美股存益是不錯的 百分之七十三是銷售超出預期 然後有超過六成是這兩個數字都很好的 對 不過BUT 就是最近最近這些報告 他們都要一直BUT來BUT去 美銀 這個不是也是美銀嗎 很多人說 同一家公司怎麼說 他就說企業下修還是應該會發生 雖然財報不錯 但是還是會下修 因為大家別忘了 現在公布的是三十家 還有很多 S&P500總共有幾家 有五百家 那你還有剩下百分之九十全重的公司 要陸陸續續公布 後面有沒有可能出現 比較大的一個修正 當然這個地方我們也不能光 就是說從報告裡面 一直BUT來BUT去 我們去看現實層面 現實層面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因為現階段很多公司的營運的狀況 其實還是持續的在下滑當中 甚至他們不斷的在調整 他們員工的一個狀況 在GDP當中最重要的是 消費的力道 但是如果員工被裁員的話 那基本上你要他後面的消費 要能夠持續增長就有困難 那我們來看一下企業的現況 因為我們剛才看到的是 總經的一個思維對不對 可是企業本身的狀況如何 你看美企我們之前談到 非常多的一個裁員潮 實際上如果在去年的第四季 裁員就停了 我覺得問題應該不大 可是如果去年底裁員 今年又持續的話 代表前面的裁員 並沒有真正的解決問題 我們就來看一下META 你看META計畫還要 這是一個再 再是again的意思 就是說我已經裁過了 我覺得沒有解決問題 所以我必須繼續裁員 而且這一次裁員 讓我有點訝異是為什麼 因為他這一次裁的對象 基本上都是高階技術型的工程師 你看Facebook WhatsApp Messenger 還有Instagram之外 還有這個你看怎麼那麼多英文 Reality Labs 這個是什麼 不是他之前就是大力 要去推的元宇宙這個領域嗎 那這個部分看起來確實有問題 而且大家別忘了META 一直是一個很好的環境 就是說薪水很高 然後對員工福利很好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有 很大的一個衝擊在 然後包括迪士尼的部分 下個禮拜開始要解雇 數千名的員工 然後你看娛樂部門15% 這個之前我就提出 我一直提出一個很大的疑問 就是說為什麼現在疫情回來 大家都要去玩了 你反而要裁員 然後包括電視電影這些 全部片集都要裁 都要裁 好 然後我們再看亞馬遜 同樣的我要提醒大家 去年11月就裁過了 今年1月宣布解雇1.8名員工 再來又要再裁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亞馬遜可以代表最基礎的 全面性的消費對不對 如果他把跟景氣循環 連在一起的話 那景氣如果真的是要上來的話 他幹嘛要裁員 也就是說他認為下半年的消費力道 是不是沒有辦法上來 而且如果我們從這個美國銀行 我跟大東富國銀行 他說可是你看他的報告超乎預期 好 因為他大銀行 區域銀行的錢流到他那 這個是我們講過的 然後又出現大 然後你看BUD 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在看這個的時候 一定要去注意 他說經濟衰退破在沒結 為什麼 因為消費者卡費貸款拖欠率 就是我沒錢 我對未來繳不出來 開始拖欠 那這裡會不會在雪上加霜 因為大部分人被裁員 未來拖欠的情況會更嚴重 所以後半年 整個獲利的動能可能減弱 這個我相信也是為什麼花旗 他認為第四季有可能 進入衰退的一個原因 那現在美國的區域銀行爆雷了 然後連轉會升息 當然大家開始去思考一件事情 這個整體的經濟如果會往下走 你又不再升息的話 美元是不是會走弱 而且最近還有一個 我們講對比的關係 包括澳洲 澳洲 歐洲 還有這個英國跟日本 他們都開始去思考要持續要升息 像日本可能要開始轉升息 歐洲是還是會持續升級 甚至幾個央行的總裁講了一句話 我聽了我覺得要特別留意 他說誰說暫停升息以後就降息 我休息完我可以喝了再上 那是不是更鷹派 那這樣是不是會導致美元的走弱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 橋水的創辦人達利歐特別警告 我覺得這兩個點我們特別 我很快的總結一下 他說過去大家都用美元 現在人民幣的勢力 在國際貿易抬頭了 那會不會削弱美元的一個使用率 第二個事情是俄羅斯的處境 大家發現說我太仰賴美元 如果未來我做壞事 會被制裁 不一定做壞事 我可能會被制裁 那這樣我只用美元 是不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而且各位別忘了 美元的負債這麼高 你持有美元 是不是等於在幫他扛債 所以如果債務的問題出現風險的時候 美元是不是等同於會面臨風險 這個也是美元持續走落的一個原因 當然如果美元持續走落 大家在資產配置上也要思考 你要做什麼樣的調整 好 剛剛陳妍蛋我看到 目前就美國的經濟狀況來看 的確是還有出現衰退 這樣的一個隱憂的 不過也在提到整體的經濟狀況 不好的情況之下 貨幣走弱包括美元 在最近我們看到是比較弱勢的 所以要請教國中哥 如果說美元走弱的話 台幣相對抗扁 那麼到對台股來講 哪一些類股可以受賄 我覺得台股來講的話 受賄當然是會比較屬於是 內需的所謂的進口業者 會比較好 我想我們先來看一下 整個一個這段時間的 一個貨幣的走勢狀況 現在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美元的走勢的一個 K線圖 大家可以看到 整個去年的美元 最強的時候 甚至大概在去年的 第四季的時候 接下來就一路的一個 做一個所謂的走扁 那我們可以看到 近一個月扁1.3 然後近六個月當中 扁了快1%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一個現象 原本這邊應該原本 有機會是走強 不過在這邊 各位發現到 整個美元的走勢 是更變為弱勢 但還應該記憶猶行 現在是四月份 三月份出現什麼 出現所謂的矽骨銀行 跟美國這個所謂的 瑞士信貸的事情 所以整個市場上都知道說 這次的事情發生 都是因為利率惹的貨 利率升級惹的貨 所以整個一個美元 它就走漏 原先之前美元 大家就市場預期 可能應該在五月份 可能就是會到升級的末端 現在甚至有可能 不太會去做一個升級的動作 因為我剛才提到過了 因為上次的銀行事件 就是因為利率升的貨 我覺得這次在升級之前 之前則美國這邊有發表一個 想說五月初的時候 他們會有一個 所謂的一個銀行的機殼報告 所以我覺得那個會有一個 所謂給聯準會他們做一個參考 既然是如此的話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影響 當然就是可能就如市場上預期 可能就是在升級 距離升級 如果沒有的話 如果是比較嚴重 那可能就在這邊就踩住煞車 所以也就是說 不管你權責任的方式 美元相對它就走落 那美元走落 一般來講美元走落 在市場上就會有兩個區域在玩 一個就是我們講 就是貨幣的部分 我就剛才你講 我們在講台幣的部分 另外一個就是在商品市場 商品市場就比較屬於 在金屬市場 或者是大中原物料市場 不過台灣在屬於這種 農作物這塊比較弱 所以我想我們來看一下 直接來看一下 最近比較強的門員走勢走落的話 整個一個在金屬原物料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近一個月 各月發現近一個月 包括像馬來西亞的錫的現貨 各位看 長三層的 然後還有錫的現貨 長兩層 然後靶金 然後還有所謂的一個糖 咖啡豆 白銀 所以你們東西都長貴了 熱壓 鋼田 所以全部都開始漲 所以通膨壓力確實是會存在著 既然是如此的話 那我想各位不管是從靶金 或者是鋼捲 或者是其他種種的來看的話 未來整個美元走勢下去的話 對商品報價 他們就是會有利 就是大家先建立一個所謂的概念 另外來講我們來看一下台幣的走勢 台幣因為我們台灣的 這個匯率市場上是比較淺 比較淺 所以可以發現 我們的台幣的走勢 是在這邊相對是很穩定 因為央行常常都做比較穩定的動作 但是雖然不會是做大幅的 再去做生殖上的動作 但是它會抗扁 台幣就是相對比較抗扁 抗扁下去 那我們可以發現近六個月是 升了將近四點四個不剩 那既然是如此的話 各位如果在操作台股的話 大家應該很清楚 台灣的第二季的時候 通常就是什麼 進口的食品需求的 一個所謂他們的旺季 那第三季就是什麼 像包括什麼手機 或者是一些Notebook 這些等等的出口旺季 所以各位有這個概念的情況之下 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未來整個台股在操作市場當中 我覺得來講的話 原物料走高 但最近大陸減產的話 剛嫁是不是 我覺得來講的話更有利 為什麼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整個市場上的一個 最近的一個新聞事件 我們來看一下 彭博社在十三日報導說 中國計畫在四月份 將把國內的鋼鐵廠能 壓縮到跟二零二二一年的水平 那為什麼 因為之前疫後的需求 它不如預期 但是認為透過減產之後 會讓供給減少 可以穩住整個鋼架 我就是先從控制的部分 供給的控制 各位知道我們之前 我們在談電子的時候 也曾經說從需求的一個觀望的態度 現在開始變成攻擊控制的角度 因為什麼 大家都知道物價上漲 或者是一些什麼壓力的話 需求整個慢慢減緩 但是廠商不斷透過的一個 所謂的減產之類的話 包括像之前的三星 記憶體的作為所謂的減廠 你會發現包括面板 記憶體之後 後來就會走得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屬於鋼鐵的話 也好像也是在走這樣的模式 但這個各位看 電子跟非電子有不一樣的地方 電子的部分 如果你調存庫存 開始擴久的話 那個時間拖久 你那個科技的產品就會過時 但是鋼鐵不一樣 你只要保存得好 包括是在塑化 或者是在鋼鐵這些 對 它沒有過時的分率 你只要保護得好 它就可以再繼續用 所以我們來看我們講 像這幾天 像中鋼的高層 那些平靠過 整個全球的鋼鐵的需求 已經低谷已經過了 那東南亞的一個 整個需求增加 逐漸做增加 那各位也知道 之前土耳其這邊的大地震 最多有所謂的一個 需求的一個所謂的 統建需求 對不對 那整個 整個二零二三年的一個 市場上的一個鋼鐵 大概有是八點一一二公噸 整個上修到二點三個percent 那這個2024年的話 去預求是一點七個percent 可以發現說 好像這個數字並不是很大 不過跟去年的十月份的時候 市場上在預估的時候 相對這個時間去做比較 它大概增加將二點三倍 所以你看看 已經有開始發現到 需求慢慢提升 然後供給也慢慢 再做一個控制 所以這個只是 等到什麼時候 所以既然是如此的話講 那我們就看鋼鐵的部分 那鋼鐵我覺得來講 就是在中鋼減害 對 中鋼 尤其這禮拜大家應該都對中鋼 應該各有感覺 因為前兩天不是發什麼 閃 發他的閃 他很可愛閃 對 股東會經驗 對 股東建議品 那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來看一下 中鋼集團來講 它其實上不是只有 鋼鐵的部分 它還有其他加工 是也還算這段 還算不錯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中鋼 其實在這個位置 我覺得中鋼 如果說就這個整個 供給需求來講 它是有轉機 那從此如果就股價的參考來講 各位發現它現在的股價 也逐漸拉回到去年十二月份 這邊我可以發現到 還滿大的一個 很大的交易量 也就是說如果以這個價位 跟當時的價位來講 事實上來講 並沒有說所謂的一個成本 比較高的一個位置 只是說等待什麼時候 比較有強烈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成長期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最近股價在手連線 那它配快現金 那殖利率3.2% 所以你除了拿雨傘 然後這個還有3.2% 我覺得如果你這樣去看 或等待這樣的需求 我覺得風險性並不是很大 根本中鋼算是龍頭 它並不會只會倒的一個因素 加上今年有選舉的一個 明年有聯儲的選舉 所以對整個我覺得來講 這塊應該是可以穩健 可以做一個投資 比銀行定存都還得好 那中鋼以外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這幾天 可以看到它幾大下工 包括像新科 但可能各位會覺得 這個比較跟這個 之前這個核能廠廚藝 這部分有相關的 各位會發現 它股價也進去慢慢上漲 而且它整個配一塊錢的現金 那殖利率大概就將近2.8% 成交量比較不會 你覺得好像莫生 其實它成交量也有上 有上千張 有上千張 蠻多的 那另外一家是像一五 就屬於中雨 它是它的所謂的環保工程 環保工程 那有人叫水資源概念股 那這家公司呢 整個EPS去年是4.21 年增加三成左右 直律率還不錯 它配三塊錢 直律率還5.6% 所以未來進入到夏天 不管是電或水 我覺得來講 都應該說會有機會 去這邊做一個反應 不過我剛剛提到 如果說美元走扁 那麼台幣相對比較抗扁 甚至有機會走強的話 那麼進口概念股 是不是也可以 沒錯 那我想當然就走出來 你來講是像我們可以 大家就這樣 還是兩龍頭 這是統一 統一的這波當中 你不要看 它也慢慢悄悄的 慢慢的往上走 往上走 那整個我們先想看一下 它配了三點一五現金 那直律率大概4%左右 我要特別強調一下 不管景氣再怎麼好壞 吃的永遠都是 都是排在前面 你看 食一柱形 食就是前面 那因為整個一個統一 它整個一個產品來講的話 我想大概都會對它的 整個狀況都很清楚 我就不用特別講 但是一般來講 第二劑都是食品的 所謂的旺劑 所以包括像之前的 所謂的像浦風這些劑 他們也會再所謂的第二劑 所以如果按照這樣來看的話 我覺得這波 如果有拉回的時候 你可以再注意一下 它的所謂的一個 參考的買點部分 那除了統一以外 我想 統一時也可以 統一時也可以參考 統一時是做什麼 麻口鐵 麻口鐵就是那個 像是飲料的 它的一個包裝 那各位也知道 夏天就是爬光氣 對 夏天就是會喝飲料 對 所以我們發現 它的骨架 慢慢就往上走了 慢慢往上走 那更特別的是在說 這家公司 你發現 它配1.48的現金 去年它獲利是1.42 它殖利率很高 不只高以外 還多加碼 對 它還不是百分百 被配的比前一年還多 它不是 它要比 它賺1.42 它給你1.48 它更高 所以它還多給 所以整個殖利率 有7.12% 所以我覺得來講 的話就現階段看起來的話 天氣到現在目前屬於這個 所謂的夏天的一個旺季 到來 我覺得來講的話 這個包括像統一時或統一 我覺得在這個第二季當中 可以做一個參考 好 剛剛國中哥帶我們看到 是美元走扁 那麼台幣呢 現在是比較這個 比較抗扁 這樣的一個態勢的情況之下 這些進口概念股呢 其實是可以做留意的 不過我們說到呢 在台股盤面上呢 其實在今天的這個重頭戲 大家都在等待 就是台積電的這個法說會 在今天出爐了 我們剛剛其實在第一季的 這個獲利表現呢 其實包括毛利率啊 營業利率啊 其實都是由於市場的一個預期的 但是整個展望的這個看法 又是如何 我們要請封路帶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季的財報是超乎市場預期 表現得非常好 不管是毛利率 剛剛飛魚有提到 這是超過高標 對 五十六點三趴 靜異率也超過高標 對 四十五點五趴 但是我們現在看它 一直展望 它在講第二季的部分 會比較讓人家擔憂 因為第二季直接就是 五十二到五十四的毛利率 直接往下修了 對 最低的高低差 可能來到四個Percent 這非常巨大 再加上說你看靜異率 也從四十五 可能到三十九點五 我覺得這個會影響到 市場上對它的一個看法 那當然第一季季報好 今天晚上我們的ADR 可能會開個小高盤 因為現在盤 盤前盤已經是 有所謂的一個小高高 但是它沒有辦法 一度的往上走 畢竟你掌握的後面 有比較沒有讓市場 那麼樂觀的部分 所以現在這個 在法術會之後 這個ADR 目前是一個開小高的情況 對 小盤的狀況 那我們再來看看 其實裡面有一些亮點 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 因為台積電基本上 在現在的大盤 你要讓它強攻 以它第二季 季減的狀態 強攻不可能 但你要讓它大跌 我覺得也沒有機會 畢竟它整體的營收裡面 還是有一定的程度在第三季 就可以開始回溫了 好 那這裡面的重點 我是像讓投資朋友瞭解 它在它的產品裡面 哪一些是成長 哪一些是衰退 這個很重要 亮點在這裡 亮點在這裡 它讓我們最看到的亮點 就是在車用電子 但它有在講 現在的車用電子 還有5%的一個成長幅度 那我們也在想電動車 那基本上都是以電動車為主 所以電動車再加上特斯拉 低流度降價 就是要搶市場 就是要賣你便宜的電動車 所以整體的車是相關的晶片 我覺得在車用晶片的部分 會有一些亮點 可以去做留意佈局 不管它的這個第二季沒有這麼好 但我還是要去看它 未來展望這個最重要 它對外來展望裡面有幾個點是 應該說法人大多數的市場看法 都希望它可以怎麼做 資本支出的部分 對 要先請到封路 包括在這一次大家非常關注 就是到底會不會砍它的資本支出 但最後它其實是維持 維持三百二十一到三百六十億美元 不過也特別提到 它的一個建廠的進度 他說會持續的投資臺灣 那麼高雄廠現在變 把原本二十二十八奈米 現在轉到是先進製程 另外也要特別關注的 就是在下修今年美元 營收的一個部分 原本大家認為說 大概下修個四趴 但是現在修正到下滑四到六趴 這是整個產業除了半導 除了記憶體之外 那今年台積電自己美元的營收 是下修到下滑百分之一到六 那縱觀這些這個 所公佈的這些情況來看的話 你會怎麼樣來做解讀 直接下結論 我認為這個叫利空實現 利空出境 最快的情況都已經都說了 你大概都已經聽到 他講的最快的情況 那在對照股價位階來看的話 那這個很利空 有超出市場預期的利空嗎 我認為沒有超出市場預期 是可以接受 然後他也實現了 他針對大家都想要 希望他下調 今年的營收目標 不要再撐在那裡了 讓我們知道說 你真的長什麼樣 確實也說了 那這裡面的重點就是 剛剛斐宜問到第一個 資本支出竟然維持在321到321 那就代表說 我還是看好未來沒有問題 而且我看到他的文章內容裡面 他有提到 明年上半年的成長 會比預期的強 他直接告訴你了 對 我第二季衰退 但我第三季還在調整庫存 沒有那麼快的一個成長力道 但是我明年2024年的上半年 成長幅度比預期來的強 好 那既然還維持這邊的話 資本支出維持321到316 設備股大概就不用太擔心 因為很多設備股 資本支出出來就安心了 對 不然就剩下蛋 你要是砍個30億美金 50億美金 那就怎麼辦 那這個是在盤面上 產業的第一個部分 這個股票基本上 就不用太過於擔心 下滑的幅度可能就很有限 第二個部分的話 我們再講 大家都很關心高雄廠 對不對 這個影響到房價對不對 好 他把它轉成先進支撐 其實這又是另外一個亮點 那也就是說 剛剛我們看到維持資本支出 大家本來以為就是會延後了 但是現在沒有想到還更好 從28奈米現在變成先進製程 沒有錯 所以先進製程的設備 又再加分了 所以我相信明天在這一塊部分 應該會有部分的個股 會做一些的反應往上漲 好 那再來就是 我們再看它整體的 這個營收是下滑1到6% 但是它有講 我們整個部分裡面 在整個半導體裡面 它記憶體相關 我們三月份講一整個月的記憶體 對不對 那時候在三月下旬之後 開始往上漲 四月上全面噴出 好 它其實也有預告 現在的記憶體其實最壞的時間 已經基本上過去了 所以記憶體這個產業 可能明天也有機會 來做一點的一個反應 然後我再看它整體來講 它在這裡面毛利率影響的 比較特別一點 可能大家可能要稍微要留意一下 電價的部分 所以你看這兩天其實能源的股票 還是持續有在漲 不管是這兩天強的太陽能 很多股票在創新高 然後風力發電 也有入不去股票往上反彈 第二季電價變高17% 所以毛利率會影響到六個百分點 對啊 這就是超出預期的東西了 本來沒有預期到 會有這麼高的一個電價 但是因為誰也算不到電價 還是漲了 所以漲的時候會影響到第二季 這個就是我們在看它 整個財報裡面 我看到它的利空點 我們也找到它的機會點 其實不是說它今天 就已經會把它指數往下打滿去 我認為不會 在整體結構上 大盤的結構還是相對穩健 那台積電只要能夠鎖住504元 那個頸先的關卡 那基本上它還是橫盤整理 繼續打底 反正利空我都知道了 你已經下去營收了 那還有沒有其他利空 看起來顯然沒有 你剛剛提到資本支出的話是維持 所以設備上是不用擔心 但是這高雄廠的部分的話 28奈米轉到先進製程 有沒有可以受惠的相關的組織 在先進製程裡面 我們講先進製程裡面 其實這裡面最重要 我認為還是先進封裝的設備 那先進封裝的設備裡面 包括說像紅束 這是所謂的十字層設備 它會受惠 然後比較低價有星雲 它也有相關的設備 這個是比較明確 大家可以知道 再來就是相關的 先進封裝IP 誰有先進封裝IP 自己本身的子公司 創意就有先進封裝IP 然後先進封裝還有另外一個 3D堆疊 那在IC設計裡面 還有IP有這個技術 我覺得這些個股在明天 應該會有一些的一個 利多的一個反應 好 剛剛封路帶 我們看到是在台積電 那麼在今天法說會 整個結果出來之後 那麼是不是真的會有 這個利空出鏡的一個味道 從這個ADR在盤前 目前的一個表現來看 現在是小漲的情況 那麼是不是真的是有利空出鏡 這樣一個機會 我們要再來關注的是 在再生醫療法的一個部分 禮拜五就是明天 要在立法院要進行 這個朝野協商了 希望可以力拼在這個會期 就可以通過 我們要請教這個副院長 我們這個再生醫療 它可以讓我們有一些喪失的 包括像是細胞組織器官 重新恢復到原本有的這個功能 那麼所以它跟這個 細胞治療息息相關 我們提到這個細胞治療 它可以貢獻 台灣多少的這個產值 是 我覺得這個再生醫療 其實當然目前大概是 媒體估計大概是1000億左右了 但是現在是一個新的領域 但它將來其實是無可欣量 為什麼很多的一些重症 其實現在都沒有醫療的方法 比如說癌症的第四期 糖尿病 還有相關的一些阿茲海默 帕金森疾病 所以這些其實它的潛在效益 是很大的 對GDP的貢獻應該也是不小 什麼叫再生醫療 我們講說 再生醫療是細胞治療的範疇之一 那細胞治療指的是活細胞的應用 將嶄新健康的細胞輸入病體內 取代生病受損遺失的細胞治療方法 這個有點擾口 那我用來講說 我們傳統藥的治療方式 就是我們通常是一些用小分子藥物 用一些化學合成藥物 那你就吃了 在生理上會有作用 比如說像一些高血壓的藥 抗生素 糖尿病 但是這個細胞治療指的是什麼 把人體自己的細胞 或者是別人的細胞 用來在一個環境裡面去培養加質 培養加質 然後將來可以這個怎麼樣 取代生病 在打入人體內 取代生病受損遺失的細胞 所以它事實上是一個 還滿好的一些新的替代療法 更另類的一個療法 用健康的好的細胞去取代 取代你生病的細胞 受損的細胞 那其實這個細胞治療 除了這個免疫細胞以外 幹細胞是一個很重要的方式 那幹細胞是一個原始未特化的細胞 就是還沒有特定分化 就是說我們把一些細胞取出來 然後你可以做培養 在一個無菌室裡面培養 然後可以做定向分化成不同的細胞 比如說我可以分化成 這個所謂的這個叫什麼 肝臟細胞可以治療肝硬化 老神經細胞可以治療腦中風 那韌帶的細胞可以治療脊椎 這個膝關節跟髖關節 所以它事實上是可以 修補受損的器官 建構出完整的器官 所以事實上是對一些沒有 目前沒有藥可醫的重症 事實上有很大的幫助 那現在我們講的時候 回過來講再生醫療雙法 第一個指的是再生醫療的 施行管理條例 這個是規範一些生計業者跟診所 包括業者 醫院 實驗室等等 第二個是再生醫療的 製劑管理條例 這是規範它的製劑跟產品 它也有一個所謂的使用 緊急授權的方法 醫威 為什麼它可以讓臨床二期試驗 過的一些產品 有機會給沒有選擇 比如說癌症第四期 你其實是當一個絕症 腎衰竭 嚴重的糖尿病 可以提早使用 這個沒有藥可醫的病人 可以有一個好的方式 那可以從自體細胞到液體細胞 為什麼 如果你自己人老了 你的細胞變差了 你再打進去修補功能有限 那如果可以用別人的細胞 在美國有一個人 他得了三種癌症 都沒有問題 所以他的免疫細胞 他的鈣細胞 其實要價到一千萬美元 這就是液體的細胞的功能 那為什麼第一個就是說液體化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可以用液體的細胞 別人的細胞 這個如果別人的細胞 比較年輕 比較powerful 而且它本身就免疫 那衛衛廠不能用 這個幫助就很大 第二個可以自動化 以前我們都在醫學中心做 那比如說你要在醫學中心做 然後要個案 然後經過嚴格的審核 所以動不動就是幾百萬台幣 這是有錢人的治療方式 但是現在開始可以用製品藥劑的話 就可以大量化 那價格就會降低 比如說變了幾十萬 甚至幾萬塊 幫助就很大 那你看這個為什麼 膝關節的病犯 六十月上有六十萬人 全年齡有八十萬人 這個潛在的病人就很多 糖尿病有兩百萬人 肝硬化有七十萬人 腦中風也六十萬人 全球糖尿病商機有六千億美元 是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市場 一旦進入二期臨床 在生殖劑通過以後 藥廠可以獲得五年的臨時藥症 來治療什麼 這個你看 癌症 腦中風 肝硬化 Paginson 阿滋海默 腎衰竭 這個就對一些人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福音 而且價格其實真的很重要 是很平民化 對 龐大外部效益可以降低一些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這個什麼 一些COVID-19的重症病人 它會不會有纖維化 如果你可以打入這個議題的細胞 可以讓你增生修補 會有好處 第二個 帶動國際醫療病患來臺灣 為什麼 如果你有一個 幹細胞的一些優勢 那會不會吸引很多人來臺灣就醫 如果我們可以做一些CDMO 生細幹細胞的CDMO 我們整個上中下串聯 整個產業的效益就會發揮出來 那剛剛主持人提到說 瑋瑜提到說 到底有多少產值 這個是目前 其實還沒有再生雙瘟 我們通過大概20億元 這是生計中心做的估計 那通過以後 生計公司 有一些細胞製備公司 大概是300億元 媒體喊出是1000億元 但是衛福部是比較保守一點 它比較嚴謹 比如說我開始 這幹細胞一開始是用在哪裡 用到一些癌症 用到一些比如說脊椎的 一些受傷的 第二個是中期就用到什麼 糖尿病 還有一些比如說 膝關節 髖關節 腦中風 長期來說用到一些慢性疾病 R4海默 如果我們假設傳統醫療 3% 3% 5%會替代 利用這個幹細胞來替代傳統人 一開始初期是3% 3% 5% 將來估計會有229到855億元的產值 其實是現在的10倍到40倍以上 所以它的產值其實是 有很龐大的一個經濟效益 所以值得我們拭目以待 好 剛剛王副院長有在我們提到 就是特別提到幹細胞 所以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就要來看 其實訓練跟受醫師呢 他們已經完成了全臺 真的是第一例 用再生醫療材料加上幹細胞 就可以做到這個動物治療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了解